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那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聽到 兩位屬名的長者 都是我們很喜愛的長者 一個是周成之牧師 一個是范大林 范大林長導 范大林長導之前常在母會 去年輕人聚會裡面演講 有一次她就提到說 年輕的時候她跟周牧師 他們相約做一件事情 剛剛欣宜跟慣例傳道他們講說 又點鐘怎麼樣 鬧鐘想的時候不要按掉 要起來乘根 那當時沒有手機 當時他們兩個人約定 他們年輕的時候就約定 每一天早晨彼此約定 好好的乘導 好好的QT 然後就互相打電話給對方 那同時也互相監視 那他們就這樣子如此 就過了幾個月 每一天大家都有很好的 靈修的生活 那有一天周成柱牧師呢 他就需要出國去出差去了 然後出差回來一個 出差回來之後 兩個人就電話說 你上個禮拜 有沒有好好的QT呢 他說我好好的QT了 兩天之後就正亡了 他說我也一樣 那大家知道嗎 那這兩位 這兩位都是在台灣 赫赫有名的種藝 倔爺如此 所以何況是我們 所以請你跟你走吧 弟兄姊妹講說 你的提醒對我很重要 請你叫我起來乘根 然後我要請大家看一張圖 ardi 江末威爾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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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照片 那個江末威爾牧師 他現在已經不是牧師 他已經辞掉牧師的角色 他現在專門在做訓練領袖 在非營利組織做這個事情 他有一個理論 我非常喜歡叫電梯理論 電梯理論 大家做到那個電梯 垂直的升降那種電梯 他說朋友就好像電梯一樣 那什麼意思 好的朋友就帶你一起上 壞的朋友就帶你一起下 好的朋友就帶你一起上 壞的朋友就帶你一起下 大家同意嗎 大家同意嗎 同意 那我們來讀兩段經文 真元書的18章24節 我們一起來讀真元書的18章24節 一起來 爛交朋友的自取敗壞 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親密 那我們再讀另外一段經文 哥林多前書15章33節 來 你們不要自欺 爛交是敗壞善行 所以我們要慎全屬林同伴 我們要慎全屬林同伴 讓我們可以彼此代導 我們可以彼此兼顧 那除了屬林同伴之外呢 我們要屬林的遮蓋 我們也需要屬林的遮蓋 那什麼是屬林的遮蓋 屬林的遮蓋就是你的小組長 就是你的區目 他們就是你的屬林的遮蓋 那我就記得去年 去年8月中的時候 醫生告訴我說 我的幼兒需要馬上開刀 那時候我知道 蠻多弟兄姊妹替我代導 我要謝謝大家 然後牧師師母是我的屬林的遮蓋 那他們也替我禱告 那再一次 有一天早上的禱告以後呢 他們從神領受了一句話 他們就送了個簡訊給我 那一句話對我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幫助 他對我講說 那個但以理書的十章十九節 是神要給我的話 那我念給大家聽 但以理書的十章十九節 他說 大門最愛的人 不要懼怕願你平安 你總要堅強 他一向我說話 我便覺得有力量 說我主請說 因你使我有力量 大家知道嗎 那天牧師師母送簡訊給我 我一讀這一句話 我就 其實我就 其實就很開心 其實我心裡就有力量 真的神一向我說話 我便覺得有力量 那是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有屬因的遮蓋 好嗎 好 第三方面 在夜外軍隊裡面 我們還要注意什麼 我們需要順服領袖的帶領 在夜外的軍隊 在夜外的軍隊當中 我們需要順服領袖的帶領 大家跟我一起來講 我們需要順服領袖的帶領 在軍隊都有領袖元帥 是嗎 在火把教會 牧師常告訴我們 誰是我們主任牧師 聖靈 聖靈是我們主任牧師 那牧師呢 牧師是我們的父牧師 那你知道嗎 弟兄姐妹 當我們順服神 所設立的權柄的時候 就是順服聖靈 順服神所設立的權柄 就是順服聖靈 所以如果 有些弟兄姐妹常常講說 為什麼我在我的公司 我在我的家裡 為什麼我的孩子不順服我 那我說 其實我在神學院裡面 領受了一個很好的教導 就是如果你覺得 你的屬因的權柄 好像有某種程度 被人家拿掉的時候 可能你的姐妹不順服你 或者是你的孩子不順服你 或者是你的部署不順服你 或者你的小組組員不順服你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我得到的教導是說 我就會去跪著祷告 問說 主啊 我是不是有什麼事情 沒有順服我的屬林權柄的 我是不是有什麼沒有順服我的屬林權柄的 因為當我順服我的屬林權柄的時候 神就會把屬於我的權柄還給我 大家聽得懂嗎 好 感謝主 那所以呢 牧師是神把火把教會的權柄給了誰 楊牧師 所以呢 當我們順服牧師的師母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是順服聖靈 當我們順服牧師的帶領的時候 我們就是順服聖靈 所以讓我們順服神對我們 對我們生命當中的那個呼召 那個帶領 就像如同當然慣例跟信義他們所分享的 他們怎麼樣忠於他們那個呼召 他們順服那個呼召 然後當牧師師母有的時候 跟我們講什麼的時候 像剛剛那個牧師說 弟兄來加入耶和諾的軍隊吧 你就說Yes Sir就好了 你不要講說我在情報局上班 所以沒有辦法 你只要講說Yes Sir就好了 可以嗎 弟兄姐妹 真的是火把教會的弟兄姐妹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初衷 我知道蠻多弟兄姐妹 剛開始 剛剛授起的時候 剛剛授起的時候有一份 有一份好像滿腔熱血要來服侍神 那或者是在某一次的特會之後 或可能是某一次的禱告會之後 那就想要好好的服侍神 那你千千萬萬不要忘記你那份熱情 不要忘記你那個初衷還有目標 那大家都還知道那個 龜兔賽跑的那個故事嗎 那個炳虹幫我找了一個Q版的 龜兔賽跑的那個 非常非常開心 這個圖好可愛 看了就一直笑 那龜兔賽跑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烏龜的速度很慢是嗎 那兔子的速度很快 那可是速度 你讓大家想一想 如果速度很快 如果跑錯的方向有沒有用 你會想說兔子很快 可是他跑錯的方向 他離目標越來越遠 根本就離目標越來越遠 那很多人說我能力不好 沒關係啊 我們就做烏龜沒有關係 我們慢一點我們還是會到目標啊 你只要望著標關子往前跑 你跑慢一點你最終會到那個地方啊 我們就跟著牧師師母 好好的往前走好不好 好 那那個牧師 那一位弟兄姐妹曾經問過我 他說為什麼牧師從 牧師這麼喜歡強調聖靈 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那牧師從火把教會一開始 我們就很強調聖靈的工作 因為這是我們從母會帶出來的 我們也很認同這個 那為什麼呢 因為聖靈就是耶穌的靈 聖靈就是基督的靈 聖靈就是神的靈 所以講聖靈就是講耶穌 講聖靈就是講神 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沒有很特別 所以在2012年鼓勵每一位弟兄姐妹 一定要跟聖靈有非常非常美好的交通 那最後一點我們要結束 在夜環軍隊我們要怎麼樣呢 我們需要彼此相愛 我們需要彼此需要 我們需要彼此幫補 那在座的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曾經做過DIC的測驗呢 請把手舉起來好嗎 也不是很多 請放下 那你就會發覺說 陳創造我們是如此的特別 有人是蠻任務導向的 有人是蠻關機導向的 不管大家是什麼樣子的導向 沒有關係 我們需要在這個屬林的大家庭 在夜環軍隊裡面 找到我們自己的服飾的位置 這個很重要 在夜環軍隊裡面 需要每一個人呢 各就各位 各司其職 那如果我們以打籃球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覺說 我喜歡看籃球 我喜歡打籃球 那在籃球隊裡面 一個籃球隊裡面 就有中鋒 那有前鋒 有後衛 那前鋒呢 其他有分大前鋒 小前鋒 有不同的位置 那後衛呢 也有控球 控球後衛得分後衛 那你如果去看棒球也是一樣 他有投手 有捕手 有野手 他就是有不同的位置 所以你就是要在 站在隊的位置上面 你就可以發揮 那有些弟兄姐妹講說 那我都不會啊 我也不會投球 我也不會接球 那怎麼辦 你可以當啦啦隊 你總會吧 你可以當啦啦隊啊 那如同身體的器官一樣 每個組織其實它是彼此幫助的 所以我們不要羨慕別人 我們不要去羨慕別人的 別人的他的恩賜 或者是我們不要去羨慕 有些人可能是站在台上的服飾 我們不要羨慕他們 那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會講說我不會 如同可能蠻多年前的時候 神呼召說 我要全職服侍他 當牧師或傳道來服侍他 那一開始我也是講說 主啊 我跟摩西一樣 左口笨蛇的 我從小就害羞內向 那我不會 那可是後來神說 你不會了沒關係啊 你不會了我來做啊 你不會了我來做 你是靠自己服侍 還是靠我來服侍呢 我來想說 馬上就閉嘴了 因為我不會了 由神來做就好了 因為不是我服侍 而是聖靈來服侍 好 那最後我們要讀一段 讀一段經文是在 哥林多前書的十二章 十二章我們從二十二節 讀到二十七節 我們一起來讀來 不但如此 身上肢體人以為軟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體我們看為不體面的 越發加上體面 不俱美的 免得身上分門別類 總要肢體彼此相顧 若有一個肢體受苦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 若一個肢體得榮耀 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 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 並且各自做肢體